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握失败的子弟恋 现年37岁的庄端儿已经过了两年的单身生活 他坦然现阶段的自己对成熟稳重型的男士更感兴趣 他又为朋友试过介绍 但不太适合 自己找对象讲感觉是最难触摸的 我不求对象好富有 两在 有度难都无所谓 但不要摆过我 地中海 影婚纱相会亮一点 我不心急 怕越急越衰 1981年出生的庄端儿 自小生活在澳洲 早年毕业于澳洲墨尔本大学临佐经济学学士学位 2013年及2015年度 庄端儿参加香港中宝小姐竞选 分别夺得季军及最亲善小姐 直到本年 庄端儿正是加盟网上频道开始作作博尔文明 除此之外 庄端儿还参演过不少电影 作品包括娃娃 阿孔小吃 爱情真人生心生 不择手段 以及给爸爸的清单的巨细 在刚刚杀车的新电影《再见女人街》中也有庄端儿的演出 早在2014年 庄端儿与张之恒的恋情被媒体曝光 庄端儿因此开始为人熟知 不过在2016年 十年三十五岁的庄端儿 在成功推出人生手本写真机的折瘦之后 事业迎来转折点 人气机生之余更深的粉丝支持 不过在同年 庄端儿宣布与张之恒已经分手 同时由提出与经理人公司星陶娱乐正式解约 虽然爱情事业都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但庄端儿却并没有因此感到沮丧 她凭着身材所吸精能力强特点 重新整理出发 踏上了主播之路 然而这大半年来 庄端儿的主播之路 走得也相当顺畅 人气持续高级 又获得圈中不少前辈的支持及鼓励 如今她的粉丝量和点击率都非常高 成为香港知名人气女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